哈喽大家好啊,我是脖子戏,继续为大家更新知文阵系列 先讲讲太后为什么派人保护在甘露寺中的甄嬛 甄嬛在甘露寺修行的那段时光可谓是受尽了磨难 若不是有温时初和太后等人明里暗里的帮助 恐怕他便会被寺庙里的孤子折磨至死了 为此,许多小伙伴产生了疑问 温时初却帮助甄嬛,倒是合情合理 毕竟是多年的朋友加迷恋对象 可太后为什么要暗中保护甄嬛呢 甄嬛与梅庄不同,梅庄的性格与举止都十分讨太后欢心 再加上二人长时间的相处 自然使梅庄在太后心中的地位高于其他嫔妃 而甄嬛除了偶尔的景安外与太后并无交集 且还经常因为太过受宠和干预朝政所被太后诟病 所以在情感角度来讲,甄嬛在太后心中并没有什么地位 那太后为什么偏偏要保护宫外的甄嬛呢 有一个呼声很高的说法 太后常年痴斩念佛,保护甄嬛也算是一件功德 我并不认可这个说法 太后杀翠果时,给华妃配堕胎钥匙 可没有半分痴斩念佛的样子 更何况,后宫中能爬到这个高度的女人 有几个是手不沾鞋的呢 且除了甄嬛,太后还救过后宫中哪个人了 太后在宫中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凡她动手了,必定是有必须这么做的道理 所以我认为太后保护甄嬛和这点无关 下面我来谈谈我认为的可能 第一,源于梅妆的求求 前面提到过,太后是很看重梅妆的 自然也愿意帮帮梅妆 且我认为太后也是被梅妆的那句莫逆之交感动了 后宫中多是尔虞我诈 很难看到这么纯粹的友情了 不过这一点只占很小很小一部分 重点是后面要说的 第二,考虑皇上 明眼人都不难看出 此时的皇上并没有放下甄嬛 万一来日皇上想迎回甄嬛时 却发现甄嬛已死 恐怕皇上会悲痛不已 难免不会伤及龙体 太后和皇上的母子之情虽然很塑料 但太后还是关心皇上的 不仍看到皇上如此痛苦 且如果甄嬛死了 恐怕皇上又要多一个怀念的人 再去寻找什么缓缓类情 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 这都是太后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太后此举也是为儿子保护心爱的人 第三,为了保护遗休 太后是什么时候决定保护甄嬛的呢 并不是从甄嬛刚离宫时 而是从皇后假以祈福 实则去打探甄嬛境皇后 太后一向是足不出户 免知天下事的 她从皇后的所作所为中 看出皇后并不打算放过 对她没有任何威胁的甄嬛 站在大局考虑 太后不能让皇后对其动手 万一来日皇上发现甄嬛被害死 必定会追查幕后真凶 查到皇后身上 恐怕她便难逃惩罚 光惩罚一休倒不要紧 要紧的是乌拉那拉市的后卫 谁都不能保证皇上会如何对待仪秀 所以未保万全 太后会消灭所有能撼动仪秀后卫的因素 因此太后会保护甄嬛 其实我认为 太后保护甄嬛的原因 主要就是以上三点 或许会有小伙伴提出 太后保护甄嬛 是为了让甄嬛制衡皇后 其实我认为关系不大 一来此时的皇后还算听太后的话 没有太过分 二来太后也没怎么指望甄嬛能回宫 毕竟没有过妃妃回宫的先例 至于后期太后利用甄嬛制衡皇后 也是因为皇后做得太过了 皇子都会被她害光了 且皇上心意已定 甄嬛回宫已是必然 太后也不过顺水推舟罢了 以上是我对太后保护甘嬛 四中甄嬛原因的总结 如果小伙伴没有其他看法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三连 祝大家发财 爱你们哟